联盟大事,场外风云,白化美之篮,一起聊个球,我是老白。 NBA季后赛全面打向,勇士主场迎战绝金,此前常规赛阶段,勇士面对绝金是一胜三负,三场比赛合计输了11分。 当然,这四场比赛,勇士阵容都不起整,而今天这场比赛,库里复出,但是科尔突然将库里放在替补阵容,首发依旧是普尔和克莱带队,双方第一阶打得非常胶着,第二阶最后三分钟。 当普尔查组合同时在场时,勇士打出一波18-4的高潮反潮并拉开分叉,第三阶普尔延续火力输出,带队将优势扩大到20分。 第四阶拉击时间,库里上场继续找比赛状态,最终勇士主场123-107轻取绝金,勇士迎来开门红。 先来看看数据,绝进这边,约7-725分10篮板6助攻3抢断,霸顿24分6篮板5助攻,莫里斯10分6助攻4抢断, 各等8分5篮板,海兰登10分,勇士这边,普尔30分3助攻,克莱斯9分3篮板2助攻,库里斯6分3篮板4助攻, 格林12分6篮板9助攻3盖帽,韦金46分9篮板。 实话是说,在木雷和波特确证的情况下,绝进的竞争力确实非常有限, 尽管勇士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约7-7这里,约7-7已久能从容得分, 但是他无法带动身边的队友,这个问题,在季后赛会被无限放大, 科尔今天的防守策略非常有针对性,就放绝进的外线投射, 包括普尔和克莱经常在约7-7接球后,进行干扰夹击, 这种情况下,绝进想要住比分,必须有外线活力一点, 但是除了杰夫格林在第一节出段扔进两季三分球之外, 其他人毫无斩获,包括约7-7自己,也没有三分手感,绝进他们钱花的不少, 但是约7-7身边没有稳定帮手啊, 格登上篮不重,空位三分不重,抛头背貌, 这四年9200万的身价,相比于他的表现,有一些虚高, 比赛中镜头多次跌到绝金主帅马龙,地脸无奈, 约7-7独自带队太难了,虽然巴顿也有24分, 但是在勇士拉开分差那两个转折点,只有约7-7能得分, 而勇士今天表现最好的三个人,我觉得是普尔,格林和克莱, 有先后顺序,先来聊聊普尔,普尔现在的表现,足以进全明星, 从第一节开始,当维金斯,格林和克莱有好机会时, 普尔的传球非常及时,当然,能否投进就另说, 其次,普尔在第二节末段搭档库里和克莱那段时间, 他改变了比赛走向,迎着约7-7哄三分, 截到克莱传球突破上反篮完成二加一, 主攻克莱命中三分球,瞬间帮助勇士反超比分, 而第三节,当绝金将分叉追到个位数时, 普尔连续两季三分球,直接击垮了绝金的心理防线, 马龙连续叫暂停也没用,分叉瞬间已经到了15分以上, 普尔打球无私,而且他知道什么时候自己该进攻, 什么时候把球叫出来给格林, 而且季后赛生涯首秀闪耀全场, 13投9中,3分7中5拿到30分3助攻, 季后赛首秀投进5季3分创勇士队式新高, 首秀三十分仅次于张伯伦成队时第二人, 成为勇士只要赢球的大功臣之一, 以他现在的表现,勇士四年9000万不一定能拿下, 这简直就是库里接班人, 而格林他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, 比赛达到第三节末段, 格林达到兴起轰尽三分, 就连场辈的科尔都笑了, 一脸的不可思议, 这种关键比赛, 格林他的意义不仅仅是串联球, 防守段, 他是顶防对康约七齐的主要人选, 奴隶并没有太多出净率, 而进攻端, 格林在地位持球, 却犹如站在上帝视角, 给克莱的党拆手递手, 给普尔的回传, 包括净准找到库里, 库里今天命中五球, 有四个进球都是来自格林的助攻, 本场比赛也是维基斯加盟球队之后, 第一次跟随勇士征战季后赛, 养生曼巴本场比赛表现不错, 得到了16分, 九个篮板, 两次助攻和一次抢断, 而格莱今天效率也不错, 他主要有两方面提升, 第一, 大幅减少自己持球时间, 唯一一次持球攻况, 但持余基奇, 还是利用快发球打乱对手节奏, 此外其他时间里, 来自于普尔, 波特, 格林和一哥达拉的助攻, 让克莱做回自己, 第二, 克莱的五球跑动在增加, 特别是在库里不在场那段时间, 他的拉扯性跑动, 给了普尔太多投射机会, 也点了格林更多串联球的空间, 再来聊聊库里, 库里上一次以替补身份出战, 还是18年级后赛次轮对阵踢鼓, 那场比赛库里复出后手感火热, 砍下28分, 而今天库里在回归后, 几乎没有任何手感状态, 第一节库里打了6分钟, 没有出手, 绝境当人做好了库里复出的准备, 但是他们宁愿让普尔得分, 让克莱得分, 都不会轻易给库里出手空间, 比赛进行到第二节末段, 普尔带队一波流反超比分后, 格林呼顶发牌, 库里空切上篮, 终于得分了, 而一分钟后, 格林助攻库里再次命中三分球, 比赛进行到第三节末段, 还是来自于格林的传球, 固定回传帮助库里再中三分, 包括库里造小李福斯犯规纳球, 依旧是格林在找库里, 包括第四节最后时刻的垃圾时间, 格林还在给库里喂饼, 绝尽撑了勇士的训练马子, 其实勇士其他队友, 和库里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默契的平衡状态, 库里在场, 包括克莱, 普尔都能得到大把的空位出手机会, 这是一定的, 库里不惜全力奔跑, 一直在拉扯对手防线, 很多时候机会到了克莱这里, 到了普尔这里, 他们无需做任何调整, 而库里提升了球队上线后, 只要勇士有机会, 像格林一定会主动给库里喂球, 帮助库里去重新适应比赛节奏, 找一下手感, 哪怕这场比赛库里11中1都没关系, 对手肯定不会给库里空位出手机会的, 这种情况下, 普尔在提升, 他充分利用了库里的吸引力, 很多投篮普尔就是不讲道理, 赢者于机器空超远三分, 就是能进, 包括克莱, 他在减少持球后, 和库里两个人的跑斗, 真有点当年水花兄弟巅峰期的影子, 实话是说, 勇士现在能用的球员确实很多, 今天常规时间, 勇士执行十人轮转, 其他出战的几支球队, 可都做不到, 即便如此, 库明家, 穆迪等新秀还是要做闭上关, 只能在垃圾时间得到一些出场机会, 实际上科尔完全可以减少轮转, 提前让几名主力进入季后赛的节奏中来, 但是一方面为了帮助库里分担压力, 另一方面绝技也确实无法匹配勇士的攻防节奏, 勇士并没有完全打出自己的真实水平, 更像是一场常规赛而已, 帮库里寻找状态, 都给角色球员一些时间表现自己, 这种大法也就科尔做得出来, 当然, 这是建立在充分信任库里的基础上, 只不过实话实说, 让库里从Tip打起, 有些残酷了点, 当然, 今天最大的攻城还是普尔, 已经数不清普尔有多少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了, 今天勇士的两个转折点, 都是普尔带队发起, 第二节最后三分钟, 普尔赢着约7起空三分, 随后完成二加一, 主攻克莱命中三分, 一波流反超, 第三节中段开始, 普尔连续命中三分球, 随后勇士彻底打开的局面, 格林也在暴扣, 库里也用三分球锦上添花, 直接杀死比赛悬念, 看着格林, 可来, 库里围着普尔庆祝的场面, 确实让人非常感慨, 真的很希望勇士在今夏提前续约留住普尔, 他可以作为库里的接班人, 扛起勇士的大旗, 相比之下, 库里今天又出场时间限制, 而且明显感觉到他没有彻底恢复到正常水准状态, 其次和莫里斯以及小里福斯的对抗, 真的有些吃力, 但这一点都不重要, 只要库里在场, 绝静根本不敢放松警惕, 一个人贴身追防, 随时有人准备过来夹击, 就让库里一直跑动, 普尔和克莱就能解决战斗, 当然, 勇士今天打得太好了, 以至于库里只能在垃圾时间多投几球, 找找手感, 也不能怪科尔狠心, 不给绝筋留情面, 按照明镜外的说法, 穆雷已经得到了医生的付出许可, 而且已经合练了两到三周, 现在只要他准备好, 就能付出, 在穆雷回归前, 这只绝筋的竞争力很一般, 当然, 这场比赛, 科尔兑现承诺, 他此前表示, 会尝试一些新的阵容组合方式, 也许熟悉勇士的球迷都知道, 就是普尔查三后卫组合, 但是绝筋就是拦不住, 科尔的这副底牌, 三个人都能得分, 水花兄弟吸引防守注意力, 能将普尔的持球威胁最大化, 格林和维金斯搭档保护内线, 格林发牌也能去给水花兄弟喂球, 确实足够强悍, 西部这边, 早现灰熊被森林郎爆冷, 灰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, 他们欠缺季后赛经验, 而且关键时科莫兰特有些选择并不好, 而真正能给勇士制造威胁的还是太阳, 太阳的风险钳制力会对普尔查三兄弟制造一些压力, 当然, 现阶段勇士应该尽可能快速淘汰绝金, 避免过多的无谓消耗, 争取在西部半决赛以一代劳, 他们的目标, 是太阳, 是东部走到最后的球队, 也有点优优独播剧场, 我学习竟争是科莫兰特有的方法, 都让人家打开,